在中央及县府经费补助下 和雅村八条跳驻古道也成功修复五条 日前为庆祝古道重新启用 并齐取借此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地方也隆重办理活动 县长林明珍、县议员卢瑞芳、黄东昊、蔡门尔都受邀出席 和雅村透过我们工手 向我们县政府来提出申请 我们向观光职也提报计划 合准了一千万 我们县政府也配合五百万 大概一千五百万 把这个八条的跳驻古道 把它修复完成 让我们所有的观光客来到路股 除了到我们的三连溪到溪头游玩之外 还可以生日到我们每一个村里 深度旅游 让他们了解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村都有什么特色 八条跳驻古道能够顺利来修复 仙月如月方除了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外 更期待能吸引人潮前来 让地方观光发展大为提升 总共八条古道 我们已经做了五个了 还有剩下三个步道 还没有完成 也是陆陆续续再完成 我们这边和牙 这边空气非常的好 游客也非常的多 陆陆续续都来 来这边走 对我们和牙村的发展 有很大的贡献 很感谢我们县长 资历的争取这经费 来这边设步道 非常感谢县府 陆古乡生态丰富 近期又正值营火重继 先远参门尔也期待 透过挑逐古道的重新启用 能成为民众旅游好路线 一起前来感受陆古乡 美好的生态与环境 我们也希望就有挑逐古道的开通 可以带动我们六国乡的发展 我们陆古乡的好山好水好风景 我们也期待就说 好风景可以带动到我们的陆古乡 最好的一个观光发展 而且我们目前来临的 就是我们最好的生态 我们的萤火虫 我们也希望 又邀请大家一起来 欣赏这萤火虫的乐趣 议长何胜峰也齐取就由挑逐古道者 重新修复起用后 能成为观光及生态共存的好路线 吸引更多人前来旅游践行 连带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让地方更加繁荣兴盛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